一直到今天早上 整個搜救行動都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不過火勢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的撲滅 透過畫面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現場還冒出陣陣的黑煙 而空拍畫面曝光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整個廠房 簡直就像是被炸彈給轟炸過一樣 仔細一看還可以發現 有消防車埋沒其中 現場簡直就像是人間煉獄 透過現場空拍畫面可以看見 整個廠房就像是被炸彈轟炸 周遭布滿了被炸傷的建築物殘骸跟瓦礫 仔細一看還能發現 有消防車也遭到埋沒 現場宛如人間煉獄 而由於目前火勢還沒有完全撲滅 廠房內還不斷的冒出陣陣的濃煙 因此消防人員的搜救行動 還是在持續進行當中 不放棄任何希望 希望可以盡早找出失聯的人員 屏東工廠爆炸目前已經造成了一百零二人輕重傷 四名消防員是不幸殉職 還有四位的民眾是失聯的狀態 那麼工廠從昨天傍晚到現在燃燒了經過一整夜 直到今天的清晨都還沒有被撲滅 那麼私中的家屬也是徹夜未歸 在現場等候 希望有奇蹟會發生 據了解 因現場有大量的碗 天然氣等化學物品 火勢延續不斷 惡火從昨天傍晚燒了一夜 直到今天清晨還沒有完全被撲滅 另外現場仍有四位民眾失聯 家屬徹夜未歸 在現場等候消息 由於家屬目前都還沒有音訊 他們蹲坐在路邊等候 也有人雙手核實 祈禱奇蹟發生 為大家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目前屏東發生爆炸 這個事故現場還在持續的搶救當中 而我們剛剛收到最新消息 目前早上還有四個人是失聯的 而就在剛剛現場尋獲了一具男性的遺體 不過他的身份還有待釐清 究竟是失聯的工廠員工還是消防人員 還有待進一步的了解 稍後有最新的消息 我們都會隨時為大家插播更新 那麼接下來持續帶您來關注 昨天晚上屏東的工廠惡火世界 那麼昨天晚上的這個爆炸 那當時的空拍畫面現在也已經曝光了 從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整間建築物完全是陷入火海 部分地區甚至連外牆都燒光 剩下骨架殘骸的畫面是相當的驚人 濃濃黑煙覆蓋了整個天空 周邊道路則是停滿了各式的消防車 救護車 屏東縣消防局長許梅學表示 現場會發生爆炸 原因是建築物內部有晚天然氣 而在人員進入之後呢 又瞬間發生了爆炸 導致內部的建築物倒塌 壓住了部分人員 目前手要工作就是找到人 把人救出來 最初的爆炸原因 目前還不得而知 現在以救人為優先 而昨天晚上的事故發生了第一時間 醫護人員接獲通知之後 也立刻趕到現場進行搶救 由於現場就有大量的傷患 因此有醫師來到現場之後呢 是直接跪在地上實施搶救 希望可以搶時間 將傷者的性命給搶回來 根據當時臉書粉專屏東小鎮資訊的直播畫面 有醫師團隊接獲消息 立刻趕往現場進行治療 直接跪在地上對患者搶救 希望能將患者的性命給搶救回來 可見當時情況相當危急 而截至目前為止 這場火警已經造成102人情腫傷 4名永消殉職 還有2名員工葬身活害 目前還有4個人失聯 不過就在剛剛又找出了一具 有待身份確認的男性遺體 現場的搜救工作仍然在進行當中 至少都不批判 吉他都變成105個 一直都變成205個 重新的部份確認的 車子融座